因为大学女同学嘛 不可能老聚对吧 比如说她还玩软件 这也是异性接触呀 你是指社交软件吗 对 社交软件 而且第一次我发现她玩软件的时候 她就直接单着我的面 然后删掉了 我看都没看清 然后我逼问她 就是女人的第六感知觉 就特别的准嘛 她就一直不说 我就一直逼问她 后来她才承认了 但是我就说我们分手吧 她又来求我和好 让我们和好了 我的那个聊天软件 是手机推送给我的 推送的 手机会给你推送聊天软件 你不去搜她 她会推送吗 我就 我就好奇 我就下载了一下 然后被她发现了 你说第一次 她是好奇推送 然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都被我发现了 还是不同的聊天软件 她的理由都是 我就好奇 她给我推送的 我就下了 然后就删了 我什么都没干 我跟你解释过了 我什么都没干 你干不干 我怎么知道呢 你每次都把它删掉了呀 我又看不见 我怎么知道你干没干 我就看了一下而已 你给她看吧 就是她 你把手机给她看不就完了吗 我给她看了 她就删掉了 我还看什么呀 她说你看吧 我已经删掉了 你看吧 然后 你聊没聊 我 说实话 没聊 下没下 下过 聊没聊 聊 你说实话 聊没聊 可能聊过我一两个吧 你交代这个事不就完了 聊过一两个是吧 我对她也很不满 她经常说我聊天软件 然后说我和异性朋友接触 然后她自己有一个男闺蜜 男闺蜜不可以有啊 有朋友不可以有啊 你可以有你耍得好的异性朋友 然后我就不可以有嘛 我就连一个异性朋友聊天 这个 她跟男闺蜜到什么程度 就随时我发现 我们两个之间有争执的时候 她就一直给她男闺蜜说 她男闺蜜就挑拨离间了 我感觉 就聊天记录 有事情可以跟朋友讲吧 我难过的时候 我就跟朋友诉说很正常呀 只不过恰好她是个男的而已 对对对对 然后今天我还带着一些聊天记录 你还 你还 那我的聊天记录 我看了一下就上座 我真正不怕影子鞋 我又没有做什么 来看看看看 我真的烦死了 一睁开眼就是说的是你是吧 对啥都不干 那你觉得她该干啥 主要是爱演 不然你让她学习 把我们洗衣服帅 我做饭洗 我觉得就很正常的聊天呀 你看她 如果你早点 你现在肯定过的话 我就不好 没有问题呀 没有问题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呀 我只是倾诉一下呀 不应该是你们俩交流的吗 我让她做 但是她不回应我 我就是情绪无处发现 我也不想骂她 那你也不能找另外一个人说呀 对对 她蓝闺蜜经常和她聊天 然后她就不允许我和异性聊天 对 她和异性聊天 不是你这点怎么不对呢 我我以为她是说 她应该跟我聊呀 怎么跟男闺蜜聊 结果她的点是说 你看 你跟男的聊 为什么不让我跟女的聊 你是点不对呀 兄弟 对呀 那是我朋友啊 你聊的是什么 我跟你讲主持人 还有一次就是 她经常不是工作了吗 然后我就给她发很多消息嘛 她不回我 我还挺理解的 她回我就是我工作再忙 然后有一次我就 放她的手机嘛 我就看到她一个女生的聊天记录 超级多 还有语音通话时间 五十多分钟 你有截屏吗 我没有截屏 但是我记在脑子里 而且时间一对 就是她跟我说 她在忙的时候 就在和那个女生打电话 然后问她 她说 这是个好朋友 我发现了就是好朋友了 你知道吗 本来她就是好朋友 我给你解释过了 那个女生说什么 她说你分手了 记得告诉我呀 这是好朋友吗 好朋友会这样说吗 她能分手了给你庆祝是吗 不是 你那个闺蜜也说了 早点分手啊 早分手 没有那么多 但是女生的语气不一样 她邀请去她家吃饭 就说我做饭给你 你分手了 记得告诉我 只要是女孩子 就很明显听得出来 这句话里面是什么 你分手了 我做你的下一任呀 反正我觉得她 这是跟异性的交往 就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呀 我就觉得你不尊重我 你不是想跟我 好好的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